虽说张先生用他在新加坡的公积金 给前妻还房贷 并未动用婚后的工资收入 但是王女志依然认为 这间接地影响了小家庭 如果丈夫跟前妻按离婚协议约定 变卖了新加坡的房产 丈夫不仅不用继续还房贷 还能拿回一大笔钱 这笔钱便可以成为 他们在深圳的购房基金 然而在张先生看来 妻子的想法太天真 你心目当中想要买的房 大概要花多少钱 七八百万 张先生坦言 买七八百万的房子 对他来说遥不可及 因此相比在深圳买房 租房是更好的选择 为了顾及妻子的感受 两年前 他在房价更便宜的惠州 买了套房 深圳的房子太贵 在惠州买套 已经有了 在他的名下了 可是他最终的目标是 深圳必须要有房子 既然已经有房 为何王女士 还是不肯罢休 执意要在深圳 再买一套房呢 我们可以 就是说首付可以付一百万 先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我们也可以搬远一点 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首付一百万是完全是可以的 张先生大概收入的话有 将近三万 一个月 我打了两万给他 五千块叫房租 有时还得给他打零花钱 月收入三万的话 在深圳对于买房来说 不可能的 还是说 攒一攒是有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觉得在深圳买房是可以的呀 人家就是送快递的 人家一个月一万多块钱 人家就能买房 人家开出租车的 一个月两万块钱 人家都能在深圳买房 你这一个月三万块钱 你不能在深圳买房 那你觉得为什么 他一个月挣三万都买不了房呢 因为他浪费啊 比如说他要去打球 他要充值 要充值个一两千块 他剪个头发 他一年也要充值个 一千多两千块 然后他跟朋友吃饭 就是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无话不谈 就已经关系到很好了 你又必要花那么多钱吗 两个人吃饭 要一个甲鱼 还要一个鸡 这一个都要花四百 四五百块钱 那酒都不要说了 吃完了 还要去按摩 那一个晚上一千多块钱 像他这样的话 一个月下来 他个人开销要达到 他个人开销 最少是一万多块 他这样花钱 是在深圳肯定买不了 工作上肯定会有一些应酬 你说跟他们在一起 你都不出钱行吗 他就看到了那一次 因为我 那一次是我买单 他觉得打球 不要打 他还觉得我 又是打出租车 是一种浪费 他从他公司走几步 就可以到地铁站 地铁站离我们家 也就三百米 就是小雨 他也要去打出租车 我就觉得他太浪费了 每个月我需要花钱 买菜买什么的 我都是去超市里面 买人家就是打折的 两块钱一大堆的那种菜 他不是给你一个月 有两万的生活费吗 这个钱我是完全是存起来的 我时常跟他讲的一个比喻就是 你别花三块钱的蜡烛 去找你丢去的五毛钱 我都讲了一个月 你就省那两千块 你一年 你最能只能省那两万块 十年才能省那二十万 九牛一毛知道吧 五百万都买不到呢 我不想当房奴车奴 我过好目当下 他觉得不行 他觉得这个男人无大致 那我想请问他一下 老了之后怎么办 你要去哪里 整个钱就可以养老啊 就是一直租房子了 我是看不到希望的 他说能养老我觉得不可以 你小孩子上学需要有学位 你没有学位 你就得给孩子上私立学校 又要多花钱 他这个年纪 万一有一个病呢 买了房 那就有钱来做这些事情吗 买了房之后 贷款相供着 然后再涨一点 万一有什么事可以用 这么多个窟窿 你只能有两个盖 你盖不了那么多的吧 我挣钱就是这么多 有了房 等一下你又跟我讲 哎呀我们住那么远 人家都有车 我们也来个车 等一下孩子上学 有补什么课 又要钢琴 又要巴黎舞 什么东西 那你不想让女儿 学这些东西吗 我说我又不是金矿 我就是这么多 不可能全部满足的 对的 有钱买房 可能生活品质就要下降 其他的就不可能考虑了 挣钱的能力就这么多 对 我是接受不了 我以认为它 我以为你帮助的 我准复 我以为你帮助的 都不可能 伤行 你帮助的